三天之内拿下这款媳妇 看男主妈如何三招将她搞定 首先请准媳妇到家吃饭 这时必须生病 提前准备好苍白的脸色 直接问丽莎是否愿意 丽莎回答才认识两天 结婚乃终身大事不好确定 担心要黄 男主妈立刻升级第二招 拉着丽莎的手 嘴里说没关系 让丽莎感到愧疚并连声道歉 接着假装要去烧火做饭 刚起身就开始腹痛 丽莎劝她用天然气比烧火更省事 男主妈突然痛得站不稳 叫喊声惊动了妹妹 男主也闻声赶来 到底哪两个人在演戏 当男主想送妈妈到医院 她却死活不肯 只好叫医生到家检查 医生更给力 单凭听诊器就宣布病人只有六个月 判定为肝癌晚期 这令大家很意外很难过 铺垫已经做足了 妈妈趁机对儿子说出心愿 这等同于临终遗言啊 敦率很为难 善良的丽莎当场就答应结婚 她将敦率拉到旁边说 我同意和你结婚 你也要心甘情愿的娶我才行 敦率还劝她要冷静 丽莎却说你妈都快嗝屁了 反教育她别只顾着自己 就想问这么好的媳妇哪里能减 妈妈腹痛生疾 故作就快嗝屁 医生说必须立刻送往医院 其实就等儿子的一句话 亲情之下 敦率终于脱口而出 话音刚落 妈妈直接躺平 大家十分着急 医生却劝退两人 只留妹妹一人帮忙 当两人来到室外 妈妈立刻苏醒 之所以认识两天就同意结婚 除了男主妈妈的苦肉计 还少不了钱的关系 就在昨天 高利贷的人强行收款 丽莎爸只凑出两百万 男人很不爽 便用手枪顶着他们说 今天还不清就用你女儿抵债 就在危机时刻 男主妈妈霸气登场 取下墨镜说要替丽莎还钱 顺势让手下拿出一千万 高利贷得手后溜之大旗 丽莎全家对男主妈感激不尽 她临走前对丽莎说 丽莎觉得事发突然 而且对男主没有感情 男主妈说就喜欢你这款媳妇 还说别人能先上车后买票 相信你们也能先结婚后培养感情 丽莎犹豫地问 万一你儿子不同意怎么整 她说自有妙计 所以就出现前面装病的苦肉计 已经搞定年轻人 妈妈又去摆平外婆及自己的妹妹 这边的两人先吵了一架 然后婚前约法三章 第一不能语言攻击对方 第二半年后必须解除婚姻关系 第三同房同睡但不能同床 到了结婚当天 泰国仪式让我大开眼镜 女方的父母都不用来就给嫁了 妈妈深情地对丽莎说 只有你配戴这个祖传的婚记 但两人才认识不到三天 男主妈估计连女主几岁都不知道 不过女主漂亮 男主帅 两人绝配 闪婚合理 等照完全家福 就该当众举行婚礼仪式 可二姨妈总想给侄儿穿小鞋 她提出让两人讲讲恋爱史 好在都是硕士毕业 现眼现变对两人也是亲而易举 强颜欢笑间 两人瞎扯一堆 以为一切顺利之时 主持人却突然冒一句 女人靠近试了试 没胆子下嘴 于是干掉一杯男酒壮胆 随后两人当众表演了热闻 迎来众人的掌声 但男酒的后继马上让丽莎飘了 晚上本该动防花烛 可醉酒的丽莎却变成这副鬼样 妈妈提醒儿子别忘记正事 看着丽莎蹲率心想 这叫我怎么宅